今天接着来第九场赛事 三班千八 去过重化五号 红桃巨星 三班千八 三号马水箭归必 十二号的飞云追也状态好 换句达人二号除了交差鼻枯初戴面枯 七号转旗 他就除了眼罩 扎你照旧 先看了铜龙光彩 又没理由真的追也不追 面枯有 扎你也有 还要给潘顿去试 他不是说没有给的 真的给下去他又不是说 小小追也不多 因为你跟着伟达那两只 那两只都不多 自己顺着走回来就算了 你说杂特别我就不觉得了 你说不喜欢吃泥 不喜欢吃沙 你要选择的 你一定有借口 是 唯独是给一个借口 就是说不喜欢试泥地杂 不知道是不是 赢的时候就是 是的 真的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跳一下跳一下 那些脚法 其实这些马甲的脚 似乎应该泥地都可以 湿地 好了 换句达人 外面 上次是不是亏了一点 都可以走一下 这次是何宅耀 又转配备 以兔面枯已经给了他 三号马水战归 也是一只演出相当稳定 特别是跑马地 他和甲丸都是类似这些案子 身材做得很好、很标准 这是准成的马 好 再看这只神州宝区 仰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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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只红仰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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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但就是在貴初、貴宗的階段 也不是1800 這次也跑到1800 因為這次沒有三班1650 所以他也跑到1800 7月6日跳 之後試跑大眼罩 接著這隻勇敢王者 這些就有些寄望 還弄上那一 當然應該會幫到一點 走規越來越好 跑長長都… 都扶下扶下差不多 運材再來 都是一隻款頭較為平凡的馬 腳伸高一點 我也覺得前景未必十分很好 看看會否騎馬不揚 好 這隻榮華王昌 也是的 隔了11日就跑 出來大圈 只是弄了這貨 32.8,慢跳 沒甚麼很大變化 馬主聲輝,他經常會跳過草地 這隻馬的動作是比較緊速的馬 所以他不是每個人都能夾得到 無險東也可以 以往騎過,他也試過跑得好 他大閘也是在後面跟著 但這樣吧,你要看看到時候的形勢 好,接著飛雲出去埋便 中二波大大肩在外面 又做貨單跳,做貨拍跳 才上個星期二做個泥閘跟著 對,來到第九場,三班千八米 感覺上這場的排陣、戲馬都較好一點 相對於第七、第八場那兩組三班 這一組都較像樣一點 前領的馬,我相信大家都覺得 一定是飛雲追會走 但他跑一離,他就狂放 你跑千八,還會不會容許你狂放呢 就有疑問的 就算是他帶,他會否按慢帶 還是中等步速地走 直接影響後面很多馬的表現 所以這場關鍵是十二號馬的飛雲追 其實我覺得冷門六號馬的摘西德納 值得想想 復出跑過兩次 有一場千四最近 上一次的發揮完全不像樣 留在後面跑的摘西德納 所以我覺得這隻大摩格馬有些分頭 可能是海倫自保的馬來的 所以這隻六號大家拿到膽了 不妨拿一下他 當然,那隻又留著跑,那隻又留著跑 原來那隻放,原來可以 結果那隻真的能搞得怎樣 在說紮西德納那場 可能復出,然後跑了一場 找個第二個方式,試試看一隻馬 這麼難贏的,看看會不會有什麼出路 就是衛廠,拉不住,縮了一扇 下一扇就立即成功了 那或者這次可以,看看到時候怎樣 說真的,你說贏不贏 就真的要靠拿位 或者當日的形勢制宇 我覺得這組馬應該是三號馬水戰龜 就硬正到不得了 不過雖然就見了 霍利士這陣子好像不太見影 有什麼馬贏過 或者上次上名的那隻馬是哪隻 我真的一刻都不記得 但這隻馬是長期保持得很好 又撿到二檔,照計都好跑 那你握個膽都非他莫屬 那你說到時候場地偏差形勢 或者賠率是否合理 那你到時候再找腳 一號馬是不是試習好 我真的不覺得 但是四檔好像又能幫到一點 那你其他那些,四、八、八要拖八 另外就11、12,到時候再想 第九場賽事都簡單研究過 看Feedo鎮選了什麼馬 選了個馬第五場,就是南俱捕 剛才說了一分鐘,是這隻的 第九場水箭龜 好了,重複多次離境的賽事 安排在7月8日 跑馬地發告 安排了九場的夜馬 開跑時間看看 6時45分 到時再跟大家分析過 拜拜